大家好,这里是每周读想一本书 我是本周的分享者石头 今天是国富论分享的第五期 上期我主要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国富论第三篇四个章节的全部内容 今天我将按照阅读分享周计划表的内容 带领大家重点解读一下本书的第四篇 第四篇 标题为《论政治经济学体系》 本篇共包含九个章节的内容 全篇的逻辑为 第四篇主要讨论了重农主义 以及重商主义两种政治经济学体系 第一篇主要讲述了商业主义的原理 及一国财富的增减依存于对外贸易金额的顺利 后边五个章节详细讨论了重商主义者们 用尽各种卑劣恶毒的手段 力图来增加自己国家对外贸易顺差的荒谬目的 其中就包含普通保护主义关税 对那些在对外贸易中与本国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的货物 实行禁止以及实施重税 对本国出口的货物实行退税以及进行奖励 第七章是本篇最长的一个章节 主要讨论了殖民地 殖民地建立的主要目的就是殖民国家利用特权及垄断权 去殖民地进行货物清销 第八章对重商主义给出了结论 重商主义代表了生产者 特别是商人和制造商的利益 消费者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是被牺牲的 本篇最后一个章节描述了重农主义 斯密认为重农主义过分限制了制造业和商业的做法 实际上干预了经济自由运作的规律 它所造成的矛盾甚至比重商主义的还大 农业的生产物无法得到有效的流通 结果只能使农业生产的规模缩小 在这里斯密主要对重农主义持有批评的态度 在我们《国父论》第一期的讲解中 我们知道斯密的重农主义思想 深受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极重要代表 弗朗索瓦奎奈的影响 奎奈早年以行医为生 后在担任路易十五宫廷运医时 开始研究经济学 1758年写出著名的经济表 用图表来说明社会各经济阶级及部门的相互关系 以及在他们之间支付的流通 并提出了经济平衡的假说 奎奈提出了纯产品学说 认为物质才是财富 只有农业才能使财富增加 工业只能改变财富的形态 不能增加财富的数量 服务业更不能增加财富的数量 奎奈提出了土地单一税比论 既然农业创造纯产品 因而主张只对土地的收入增收税收 马克思在《胜于价值理论》中指出 在做农学派本身得出的结论中 对土地所有权表面上的推崇 也就变成了对土地所有权的经济上的否定 和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肯定 在这一篇 斯密也对奎奈的做农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 认为重农主义实际上是不利于整个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在这里想结合斯密本篇的内容 给大家聊一下中国五代重农义商的思想 重农义商的政策主张是 重视农业 以农为本 限制工商业的发展 重农义商始于战国时期 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 在这里我们不免要有疑问 为什么中国古代要重农义商呢 农业的发展自古以来就是封建社会发展的根基 封建社会形成的自然经济是以土地为基础 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 以家庭为生产单位 具有自我封闭性 独立性 以满足自身需要为主的经济结构组织 大家众所周知 华夏民族是以黄河长江两条中心河流 发育而成的农耕为名 农业一直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 赖以统治的基础 重农便于维护封建统治的根基 然而商业的发展会破坏社会结构的稳定性 也会加大人口的流动性 流动性则意味着从事农业的人口会被抽出来转向商业 因此封建统治者普遍采用重农一商的经济政策 而且在古代 中国就把人的身份分为几个等级 分别是势能工商 有官职的人等级是最高的 商人的地位是最低的 商股所从事的商业活动被视为最末等的建业遭到压制 商人的地位在过去的两千余年一直被人看不起 白居易琵琶行中写道 商人重力轻别离 前月扶梁买茶去 一语道破了世人对商人的鄙视态度 迫于生计的商人离开故乡远去做生意 却被看成了重力轻离 后来随着明清时期科技的发展 黄道婆棉纺织机的普及 以棉纺织业为首的手工业迅速发展 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在江南地区甚至出现了雇佣关系的手工工厂 标志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但根深蒂固的重农思想深深影响着古代帝王 他们于是多次颁布禁海令 增加商业赋税 以此达到打压商业的目的 中国后来实行了闭关锁国 以至于后面与世隔绝 西方经济逐渐超过中国 又着实令人惋惜 可这难道仅仅是统治者 昏庸落后的表现吗 其实不是 封建皇帝得益于重农的政策 而实现经济发展以及稳固统治 最终也因重农的政策而导致措施良机 日益走向衰落 正印了《与世春秋茶经》里的一句话 事意时宜 变法已矣 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下期望